根据刚刚的观察 柜店使用的餐具都是可以重复清醒使用的餐具 符合我们这次的相关规定 环保局机茶人员来到连锁素食店及咖啡店 机茶业者是否使用生物可分解塑胶 PLA材质的免洗餐具 环保局表示 北市列馆的业者约有一万一千多家 将优先针对有店面的餐饮业者进行机茶 首日以机茶150家均符合规定 台北市环保局在今天展开的机茶行动 主要是依据行政院环保署在今年6月29号公告的一个限速公告 就是从今天8月1号开始 它是延续着民国91年的限速公告 在八大类的场所不得提供塑胶类的免洗餐具 包括了含生物可分解塑胶材质的这个部分 那八大类的场所 它包括了工部门 学校 百货公司 量饭店 超市 连锁便利商店 连锁素食店 还有有店面的餐饮业 这个在台北市匣内有大约超过一万一千家的门市 所以无论它是在餐饮的内用或者是外带的时候 它都不能提供塑胶类的杯碗盘碟以及餐盒 环保局表示由于生物可分解塑胶 PLA 国内没有相应的对肥处理设施 无法处理其材质制品 且PLA外观与塑胶相似难以区分 最终只能焚化处理 无法达到有效减速 因此被环保署列为扩大限制的使用项目 那主要是考量生物可分解材质 它必须在特定的时间 特定的温度环境状态下 才能够被有效的分解 而且它在台湾 它目前并没有适合的再利用的管道 它也没有相关的堆肥处理设施 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影响 塑胶类回收体系的一个正常运作 所以为了能够再进一步的减少 一次用免洗餐具的一个使用量 所以这一次环保署也把它纳入了 禁述公告的一个禁用的范围里面 那台北市在接获环保署的正式公告之后 已经就展开了逐电的宣导辅导的一个作业 所以针对这八大类场所的相关的管制 被管制的对象 如果有违规的情形 我们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 第二十一条来除以一千两百元到六千元的发环 基本上它等于就是塑胶的材质 加上了一些玉米或者是甘蔗一个生物可分解的材质 它当初的目的是希望说它对环境能够友善 然后能够在自然的环境中能够分解 那当然经过这几年的实施甚至是去实验 我们发现事实上它要能够在被完全的分解 它必须可能长达六个月的时间 而且必须要六十度以上的高温 还有特定的菌种 那在台湾地下人愁啦 所以这个分解的状态不是那么好 那有可能就是到最后一样是送到焚化炉里面去进行焚烧 一般我们最常见的就是饮料杯 然后早期便利商店或者是素食店会有用来盛装沙拉 因为它不能耐热 所以用这个容器装的食物不能加热 所以一般都会用来盛装水果或者是沙拉 不需要再去微波加热 环保局鼓励民众外出购买餐点饮品时 尽量自备餐具或使用循环容器盛装 店家也以重复使用及循环容器等永续贩售方式 期盼全民共同减少一次性容器 例行减速减费生活 打造净零永续家园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